走路不穩突然頭暈摔倒了 年輕人還好 但家中長輩最怕摔倒傷筋動骨 但有三大類藥品吃了居然容易摔倒 第一就是降血壓的藥 吃下去30分鐘內見效 但變換姿勢過快 就可能會頭暈 一不小心就跌倒 它會很容易有一個副作用 叫做姿勢性低血壓 它吃了以後它彎腰 然後又起來的時候 它就容易會有血壓過低 那過低之後會頭暈 頭暈以後就會容易跌倒 再來是家中很多長輩 或是糖尿病患者要吃的 控血糖藥物 一吃下去變成低血糖 也有跌倒風險 心臟病用藥副作用是 人會痠痠暈眩 視線模糊 走路也容易跌倒 十個老人家 大概有十一個在吃 我們的藥袋上面 都會有這個副作用和景欲 如果說要小心開車的 或者是說小心要操作器具的 通常這一類的藥 也要小心跌倒 另外降血壓也可能要服用 利尿劑吃了狂跑廁所 安眠藥或抗焦慮 憂鬱的藥 吃完恐怕昏昏沉沉 過敏體質得服用抗組織胺 副作用就是會嗜睡 要是摔倒那可不得了 但主要這三大類 高血壓心臟病降血糖 是大部分長輩需要的藥物 吃完頭暈目眩 看不清楚 家人可得特別留意 別因為吃藥導致摔傷釀醇大問題 記者財商及郭宜貞 高雄報導 我是陳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